作為一個在商台工作了九年半的僱員 我做錯了什麼 我有什麼做不好我的工作 而令到他要即時解僱我 而且是用一個這麼粗暴的方法 連我回公司收拾東西 和同事說聲拜拜都不行 我覺得商台是欠我一個交代 對於作為一個持牌的廣播機構 他用這樣的方式 去對一個監察時局的時事節目主持人 我認為商台也是欠公眾一個交代 我認為商台應該即時出來交代整件事 近來我們新聞界接二連三發生很多事 有我先後的被調職 然後今天的粗暴解僱 有明報切換總編輯 信報發生事 蘋果AM730相繼的廣告都有問題 其實這個不是單一事件 大家整個圖像好像越來越清楚 我期望公眾不要再當外面 什麼都沒有發生 我期望大家會醒 我期望香港人會醒 我期望香港人會醒 我期望香港人會看清楚 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還是沉默的話 我們明天就會全體被沉默 這就是把我看到的情況說出來 有什麼問題